声音偏好设定 我们从偏好设定这个功能表的第三个标签 就可以找得到声音的设定的地方 那总共呢有两个事件可以去做一个声音的播放 那预设值呢当然也会有一些简短的声音在里头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开启就挡的按钮 去选择我们自己所喜欢的声音来做一个替换 那或者是呢我们也可以先按一下测试 来听听看这一段声音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那收到讯息呢它预设的声音也是一样 可以做一个测试 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两个声音不是我们喜欢的 那我们就可以自己去选择来做一个更换之后 按下确定或者套用呢 那我们就会完成了这一个偏好设定的设置